Hello,大家好,我是东京大学移动研究室的陈诗佳 我现在在研究室的研究题目呢 是如何在疫情时代下如何更好的创造,更好的合奏 以及如何让每一位音乐家的音色都得到更好的发展 那我现在主要使用的是高斯尼和这一项数据解析手法 通过这项解析手法呢 我们可以知道在合奏中你的演奏是否与其他人有一些参差不齐的情况 比如说你的演奏比其他人慢了或快了 或者说你没有跟上这一段合奏 都是可以通过我这个方法可以得知出来的 另一方面呢 我可以通过高斯尼和这一项数据解析方法 来知道你的乐器应该如何的更好与其他的乐器进行融合 比如说你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一段合奏中 你的小提琴应该使用哪一种方法 去其他乐器进行更好的一个音色的发挥 那我现在主要研究就是这两项个内容 那可没呢 那如果你们想来日本跟我一起演奏的话呢 那我非常欢迎你来报名我们的移动研究室 那我们现在这个研究只是处于初步阶段 但是构想已经发展了很久了 只是因为没有学生来到日本来 所以我们这样研究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 那现在也非常欢迎各位懂得音乐或者热爱音乐 或者对数据解析这一项方法 就是很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来试试看我们研究室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个国家 包括中国的学生来那进行一个更国际化 更全球化的一个交流和拓展 那非常在日本等待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